异地分居,男人和女人谁更忍不住诱惑呢? 这是一个网友安安安他的留言 他说,我和老公基本属于半异地 一个月最多有十几天在一起 最近两个月因为工作没有在一起 上个月我看见他手机上有一个登录歪歪的短信 我就喜一心地就让他登录 那些和女主播恶心的聊天我都看不下去了 他不承认是他,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没和他吵,没和他闹 后来他出差了,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结果今天我发现他信用卡里 给外外女主播打赏了两万多的还款 我才明白他根本没有悔改之心 而且他撩骚也不是第一次 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让他彻底改掉这个呢? 你想让他改,你得先知道 他这样做的心理动机是什么 我列出来几个可能的动机 你先搞清楚到底是哪一个 第一,对你的关系不满意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动机 就是说他在和你的相处当中 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尊重 你不认可他,不理解他 或者你是一个没有意思不好玩的人 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感觉 你不要说我觉得我对他很好呢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呢 他只要出去一定是他认为 他有他不满意的地方 所以他才会花钱去买情绪价值 那第二,就是在两性关系体验上不满足 你说他给别人说了很多恶心的话 你都看不下去 就是说他其实是在两性这种事情上有需要 但是他没有办法和你怎么放飞自我 加上你俩搬异地 他觉得不满足 所以他找别人去说 无论是发泄还是寻求刺激 他认为这样自己才能够爽掉 第三,就是他的观念如此 就是他真的没觉得撩骚是一件事情 很多男人会认为撩骚不是出轨 我只是玩一玩 我花这个钱是消遣的 他并不觉得这个行为会伤害到家庭伤害的伴侣 如果是这种你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让他知道 他这样做的后果有多严重 他就不敢继续这样做了 当然你们办异地的这个事情 一定多多少少会影响一些感情 如果能结束这种状态 当然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对吧 感谢观看